找不到程式碼你點兩下 然後清除的話就是 這個東西 裡面呢 清除清除很簡單 等於什麼等於空置串就可以了 那有01到04 所以你可以偷懶一下Ctrl C 然後 234 45 所以 後面的話把那個 這邊改成2 這邊改成3 這邊改成4 這邊改成5 然後再來把這個 還有CB01 也是一樣的 給他沒有東西 好這樣子完成 所以我們剛剛多寫了 兩段 優標放那邊 然後清除 這樣應該合理了 反正還有啦 如果你現在想到的話 你可以自己補上去 反正 這個的VBA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自己再去 修改你要的一個效果 好做完之後的話呢 那沒有問題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一樣 就把 游標一樣點他 然後比如我今天還是輸入一個 一個人的名字 然後他的生日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血型 他的門 他的相關資料 把它打上去 按新增 那剛剛是新增 他不會跳過去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跳過去的話呢 那當然就是按下新增 他會講 游標先放過去 並且把這個裡面的東西清空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游標放在這邊的對不對 並且把裡面的資料清空了 OK 這樣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吧 那如果城市跑太快的話 有的時候怎麼樣 如果你是有時候 城市跑太快 我希望 這邊設個中斷點 中斷點意思是說 游標先停在這邊 他不要繼續執行 你可以再按F8 讓他往下跑 比如說我這邊 假設一樣 我再 弄一次 那邊設個中斷點 假設一樣 我就把它再輸入一些資料 然後 然後 一樣 就是說 我就 他等一下會停在我剛剛的那個中斷點 上面 那中斷點的好處就是你如果說城市 你有點 看不是那麼懂的話 他會停在這邊嗎 那這個時候 他已經 新增了 但是他還沒移動 所以你再按F8 如果你這邊有設一個中斷點 那你希望讓他往下跑的話 記得這邊有個增錯了 其實就是 有一個F8 主行 主行就是說 因為你一下就跑完 你不知道說他到底怎麼動的 你可以按F8 這個時候有沒有 他游標呢 就會 幫你移動到你指定的那個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滑鼠 只要移動到城市上面 比如說R 你不知道R裡面放什麼 你會發現呢 游標放上去 他也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顯示這個R裡面的值 所以是 A112.slate 所以 他會把游標放在A112的儲存格 然後 並且把裡面的資料清空 那裡面的資料清空 就是這些嘛 所以你會發現 第一個清空的是 姓名 姓名清空的 然後再來就是 生日清空 再來就是 電信業者 一個一個幫你清空 最後是 CB01清空 最後就結束了 OK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呢 大概就是多了 這兩個東西 所以 等一下的話呢 我也會把這層4 放在這裡 如果你是在等一下有問題的話 直接在這邊找一下 我會把它貼到這邊 所以等一下會在雲端上面會顯示出來 如果說你等一下顯示沒有出來的話 上面一個重新整理 你把它重新再載入 你 我剛剛寫的東西也會顯示出來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所以主要 就是 就是那個 多了兩個 功能 一個是游標移動到你指定的那個儲存格的位置 第二個就是說你要把舊資料清除掉的話 其實這就是 也蠻常用到的 所以同學這個問題非常好